昨天,特朗普终于露出了凶狠的目光,对欧洲、日本下了重大的杀手,那就是启动对进口汽车的调查。 这是特朗普开启贸易战来,最严厉的一次出手,之前的对钢屡征收关税,这是特朗普的餐前小菜,而汽车贸易战才是真正的大头,而且这是一次西方国家之间的严重内斗。 一旦调查启动后,特朗普很可能下令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这对欧洲尤其是德国,以及亚洲的日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为了发动对进口汽车的贸易战,特朗普可谓苦心积虑,做了深远的布局,所以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昨天,特朗普还在推特上说,对我们伟大的美国汽车制造工人而言,将会有一个重大消息公布,经过几十年的岗位流失后,你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 毫无疑问,特朗普说的,就是对进口汽车展开调查,然后发动贸易战。 他认为这能拯救美国的汽车业,增加汽车工人的就业,这次掀起对汽车行业的调查,理由也是国家安全。 这是非常搞笑的,美国汽车进口都进行几十年了,如果会妨碍美国的国家安全,那早就妨碍了。 所以国家安全就是一个框,特朗普看谁不顺眼,就用这个桩,然后发动调查,然后掀起贸易战或者制裁。 之前否决华为进入美国,也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后来对中兴通讯制裁,也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 还有阿里巴巴想收购美国的汇款公司,也是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否决,非常荒唐。 还有对中国开展知识产权调查,也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 说实话,现在的特朗普对国家安全实在太上瘾了,现在轮到了进口汽车行业, 也是这个理由。 实际上,美国哪个行业没有竞争力,特朗普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保护哪个行业。 实际上,特朗普此举除了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最重要的就是讨好美国的汽车工人。 讨好美国汽车工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想赢得美国的中期选举。 因为今年11月就要开始中期选举了,共和党可以持续中期选举,但是特朗普无法失去, 因为共和党一旦中期选举失利,则意味着通俄门的弹劾就逼近了。 现在保住特朗普总统宝座的根本原因就是共和党在美国国会占了多数席位,因此即使特别检察官穆勒对特朗普发起弹劾,美国国会也无法通过。 但要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失去国会多数席位,民主党占据多数席位,以民主党对特朗普恨之深切,是一定会让特朗普灰头土脸的。 现在民主党已经对特朗普提起诉讼,认为其通过不正当手段,影响和操纵了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席位,民主党肯定会和通俄门调查小组,一起将特朗普送上弹劾席的。 因此,特朗普无论如何,都要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这就是他的保护伞,所以特朗普非常卖力。 而美国有两大组织是非常强大的,一是美国汽车工会,二是美国各类吃枪组织。 只要获得了上面两个组织的肯定,那么就意味着大量的选票,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有数百万的会员。 因此,特朗普为了讨好这两个组织,就不予一力地为他们说话,包括在美国步枪协会上的演讲。 当时特朗普在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的悲惨事实面前,仍然为持枪组织站台,并说持枪能降低凶杀死亡率。 颠三倒四,甚至还拿英国、法国的恐怖袭击举例,结果导致了英国、法国的举国批评。 特朗普为了中期选举也是拼了,而美国汽车工会非常强大,美国汽车工业衰败。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汽车工会过于强大,不断地争取各种福利,让美国汽车公司不堪重负。 而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都不敢得罪美国汽车工人,每次都给他们很好的福利承诺,以获得他们的大量选票。 但是最终苦了美国汽车公司,特朗普为了讨好美国的军火商和持枪组织,于是对外发动对叙利亚的打击。 对内继续支持持枪,特朗普为了讨好美国汽车工人,一定会发动对进口汽车的贸易战。 这是特朗普为了中期选举一定会做的事情。 但这样一来,一场规模浩大的贸易战就一触即发,德国和日本就陷入了重灾区。 要知道,光2017年,美国就进口了约2000亿美元的汽车,达到了830万辆,其中日本170万辆,德国50万辆。 这还不包括日本、德国在加拿大、墨西哥组装,然后再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如果加上这些为了避税的日本、德国汽车,这个规模还更庞大。 日本、德国的汽车,相对美国的汽车,更加省油,更加环保,在美国很有竞争力,美国汽车完全不是对手。 特朗普对进口汽车一下重手,展开调查,那么德国、日本就会慌了。 这是他们的支柱产业,牵涉念太大了。 特朗普发起这次汽车贸易大战,可谓一箭三雕,算盘打得非常精,无论如何都会让德国、日本掉一层皮。 一、在美国国内,可以讨好汽车工人,赢得他们的选票,争取中期选举的胜利。 二、如果德国、日本不愿意被征收关税,那么可以谈判,特朗普会要求德国、日本大幅度进口美国的天然气、石油,不要进口俄罗斯、伊朗的能源。 三、如果德国、日本愿意接受汽车关税,对于美国改善贸易逆差,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会起到较大的作用。 这样一来,德国首先坐不住了,表示绝不坐以待毙,对特朗普进行口诛比伐,说特朗普破坏了全球贸易,德国一定反击。 大家要明白,现在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是中国,美国只是第二大汽车市场。 在美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失去后,中国就成了德国的救命稻草,现在的德国无法承受失去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 同样日本也无法承受,接下来日本也会向中国讨好,而且在新能源汽车里,欲进行合作。 这对中国也是战略性利好,因为中国的石油对外依赖度超过63%,中国必须发展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现在特朗普正在打造美国的能源战略,通过各种军事、制裁等手段, 想切断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对外的能源供应,中国必须为与筹谋降低对外能源的依赖,还有保证石油输入的多样性。 可以说,现在的特朗普为了中西选举,真的是六心不认,频频出手,什么手段都用出来了,只要能讨好选民。 对中国出手,对叙利亚出手,对俄罗斯出手,对委内瑞拉出手,对伊朗出手,对朝鲜出手,现在倒好了,对日本和德国也毫不留情。 这可是美国一直的同盟国,尤其是作为德国人的后代,特朗普对德国下手反而更狠,这次汽车行业的贸易战将会是特朗普贸易战中最高潮部分,因为涉及到的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接下来西方发达国家,将就进口汽车站成一团。 这个时候的中国,反而更加开放,而美国越来越保守,只能说现在的世界变了,越是开放,越是能成为全球贸易的领导者。 而中国正在承担这一角色,未来的希望还是在中国,这是大趋势。 版权声明,我们尊重原创,文字美图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部分文章推送时因种种原因未能与原作者联系上。 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立即处理,合作微信,1392243818。